2022台北馬拉松 從市場走 我們是可以的 一年一度的台北馬拉松 2022年12月18日 在台北市政府俯前廣場盛大起跑 作為台灣唯一一個獲得世界田徑總會 菁英標籤的市區馬拉松賽事 是台灣最具指標性的城市馬拉松 不管參加半馬、拳馬 還是肢上輪椅組 都能在台北城市景觀中 享受跑步的樂趣並自我挑戰 我們很期盼台北馬拉松 它不只是一個馬拉松 它同時也是一個城市品牌的馬拉松 它也是一個環保永續的馬拉松 以及運動平權的馬拉松 那我們期待透過馬拉松 能夠跑動我們的台北 讓大家更有活力更喜歡運動 台北馬拉松今年共有兩萬八千名跑者參加 除了吸引國內好手參賽之外 在開放國門之際 更有來自四個國家 十二位國際好手共襄勝舉 選手們都期望能突破自我挑戰個人PB 一起跑出最佳成績 今年也去做了賽道優化 所以我們預期今年應該加上天氣適合 所以應該很多的跑友可以在 這次的台北馬拉松當中 創造他們的最佳成績 身為國際標籤賽事的台北馬拉松 除了重視成績更重視環保議題 是全球第一個獲得英國標準協會BSI 機查通過ISO14067探足機查證的馬拉松賽事 今年持續進化與賽事頂級贊助單位富邦金控 一起喊出Run for Green 奔向綠色 跑一步永續多一步 持續朝向最環保的路跑指標賽事前進 只要你參與富邦所贊助的四大馬拉松 包含今天的這個台北馬拉松 就可以跑四十公里 富邦就會為你種下一棵樹 那目前為止呢 我們已經在國內的這個七大縣市 種植了各式各樣不同的樹種 那我們希望可以做到 這個生態保育的一個功能 那再來就是呢 我們今年在現場呢 其實也有富邦的彩繪之聲的活動 也希望說如果沒有來跑步 也可以來參加我們現場的活動喔 更特別的是 為了讓跑者記錄這一生難得的時刻 富邦金控也與轉播單位 MOMO TV合作 為所有全馬玩賽跑者 提供專屬的全馬沖線紀念影片 留下跑者最帥氣 最美麗的身影 將感動化為有形的紀念 那今年更特別的是 除了可以參與我們 RUN FOR GRAND的直樹計畫以外 全馬的跑者玩賽 也可以有很特別的玩賽影音喔 那我們也希望呢 就是鼓勵全馬的跑者 可以順利玩賽 同時呢 也可以到網站上面來 搜尋這個影音的紀錄 今年賽事的slogan RUN THE CITY WE ARE POSSIBLE 邀請各路好手 一起邁開雙腳 跑過台北地標 一起感受城市之美 盡情跑動台北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